专队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天夏季联赛步行者对阵活塞的比赛中 缺席了上一场比赛的留名小将曾凡博 终于获得了出场时间 但相较于夏连首战 小曾有近15分钟的上场时间 今天步行者只在大比分领先后 象征性的在第四节目 给了曾凡博4分钟的出场时间 一般来说,这也大概代表了 教练组已经对一名球员的竞技水平 有了基本的判断和掌握 这对于曾凡博的夏连之旅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太积极的信号 小曾在第一场比赛中暴露出的经验少 对抗差和球场衣食一般等问题 今天也没能改变 他在四分钟内一投一中出现一次失误 防守还是漏人 进攻端也不够坚决和强硬 同样没有篮板球的入账 但其实要求他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也不太现实 毕竟解决现有问题 都还需要通过大量的比赛经验和训练的累积 去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而在另外一场独行侠对阵太阳的比赛中 上海队球员郭浩文代表独行侠出战15分钟 全场四投三中 罚球六发二中得到了9分 而张振霖则代表太阳打了6分钟 两投一中罚球八发七中 他不断的冲击内线博到了9分 这两位球员虽然和NBA层级同样存在明显差距 但在球场上打的比曾凡博更加坚决和强硬 毕竟两人的高水平比赛经验远超小曾 累积到的东西都能体现在球场上 尤其是张振霖 高中随拉鲁米亚中学拿到过全美冠军 还在名校Montverde打过一年 高中毕业后于第1级别杜兰大学效力两年 进入职业后又在辽宁历练两个赛季 他在球场上的打球经验确实非常丰富 小曾的话则比较可惜 过去了几年因为各种原因打的高质量比赛太少 现在只有潜力是他最大的卖点 不过三人同样作为冲击NBA的旅美球员 这份挑战更高层级的追求和勇气 都应该受到我们的鼓励和赞扬 而同样在这场比赛中 曾凡博在点燃队的前老大白马王子蒂登哈迪 又一次打出了低效表现 他全场15投4中 3分球5投2中 罚球1罚1中 得到了11分6篮板2抢断 外加4次失误 正负值为全队最低 赛后很多球迷都呼吁哈迪可以多穿穿球 在这几天的夏季联赛赛场上 除了有新秀有亮眼表现之外 还有不少新秀意外受伤 让人们觉得非常心痛 例如此前扭伤脚踝的活塞4号秀 蒂登艾维 和醍醐八顺位新秀 戴森丹妮斯等人 而在昨天醍醐对阵老鹰的比赛中 六夕十字韧带撕裂的醍醐二轮新秀 猛将兄一致力掉 伤势则则最为严重 他也确定会退出本届下期联赛 这些从大学曾经升至职业打球的年轻人 还是要尽量学会在高节奏和强度的对抗中 保护自己的身体 只有能上场打球才有机会兑现天赋 兄弟们这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